脱口秀 说点下 说点下咱们广告回来接着说新闻 说今天是11月的最后一天了 我们距离阳年春节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 咱们那众口难调的年夜饭准备的咋样了 我看网上最近可以有菜单了 那是有鼻子有眼有模有样的 你是指那个网传的2015年春晚节目单集演员表 对对对对 我也看到了就这个节目单上还说什么 阳年春晚共有35个节目 成龙 李健 肖静腾 蔡明 冯拱 郭东霖 刘谦 董卿等明星都在齐列 但是不是真的吧 因为春晚导演组宣传负责人马兴都说 网传绝不等于剧组的权威发布 但是这份节目单上有名有姓很逼真的 就算不是真的 我也想给大家伙来捣鼓捣鼓 别嫌我气 因为这个节目单里边的节目都特别喜欢 不知道这里边有没有大家伙的菜 首先咱就是魔术刘谦回来了 还带着老大到董卿来合作进井魔术时间 你是爱看董卿吧 其实这个网传节目单上不少节目 还真是挺让人气叛的 比如说蔡明跟郭达将会牵手表演 一切只为你 李健跟肖静腾会合唱静静河水 廖昌永 张也 颜维文将会唱响盛世之春 最后自然就是关木村等的难忘经销了 所以吴怪乎不少网友 被这份细节多多亮点不少的节目单给忽悠了 但你就没有发现这个节目单上有缺陷吗 我看网上也是一片哀嚎 说说好的小鲜肉去哪了 认真考虑过90后00后10后的感受吗 是啊 动动脑子嘛 是不是春晚节目单怎么可能这么早就出炉了呢 对不对 其实每年这种来源不明的节目单呢 总是能提前曝光两三次 对 三四次五六次左右 这内容呢与除夕夜实际呈现的真是相距甚远 我们总是被忽悠 应该有这个辨别能力了 其实要鉴别节目单的真伪 看时间就可以筛出去一大堆了 真正的春晚演员阵容跟拟定的节目 至少要到春晚前一个月连排进行的时候 才可能有很靠谱的媒体发布 也是 是吧 还有呢 在咱们这个细节来看 细看这份网传的节目单 其实漏洞也着实多的不忍直视 对 比如说前期已经公布过的这个四个节目群 这份节目单当中是完全没有体现 所以面对这个网络上的诸多传言 咱们就是看看 一笑了之 就当是这个年味的提前预热 好